你 真的没有意义了吗 为什么要给我写那些信 为什么要回答我的那些问题 你后悔了吗 因为我之前那么傻 让你感动啊 我不是要这样的 没错 我是不是做了一件很蠢的事 这一天我每天写信都很晚 可是从来不觉得累 抽出满志 很多期待 以为你看到会很开心 静静 会这么小 我的至少是不快将会复述了 我这辈子做过的传世 大概全都给你了 我想不到其他办法了 不是因为看见聊天记录才后悔 我早就后悔了 我只是不敢承认 只是不敢承认 后来我出山 在沙漠待了一个多月 我以为我还在挣扎 可是有一天我发现 我挣扎的时间太少了 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想 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想 该怎么挽回你 甚至 开始怪你 就要你 怪你 为什么这么快来问我 如果再给我的时间 我自己就跟自己投降了 那个时候 让我来问你该多好 问什么 问 你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静静 你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我有点愿意 但是这样说 心跳不开心 有繁华路口 蓝山灯火下 木人回首 爱过你 望着星空安静的夜眸 也爱过你 心中的宇宙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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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叫一个我喜欢她 你太喜欢我多的人了 这个理由不成立 我没有少 有的 有的 就是我们不合适 那是因为我 我考虑到威胁和苏奇的原因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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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时间好好照顾好你 我也没有时间照顾你 真的喜欢一个人 是很冲动的 不会犹豫 挣扎 不会想那么多 那我大概和你不一样 我想的太多了 快想完一辈子吧 反正没有我少 那这样好不好 你告诉我一个计算方法 怎么计算多少 然后来补上 你不能连你的计算公式都不告诉我 计算公式 你又欺负我 我错了 我没答应你 我知道 我冷了 那我们上车 但是你坐前面来好不好 忽然挥手 我在那一家星河飘落 我真的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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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认识